歡迎大家來到新西亞和聖的異國婚姻禁爆開獎 我是新西亞 我是她的老公 Shane What's up Cynthia What's up Shane What's up What's up everybody 今天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有關於陰毛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修陰毛 你很可能就會遭遇到以下的狀況 你真的會讓你的另外一半就跑掉啊 來看看 Let's go 有一句中國的成語叫做狗咬狗嘴 人吃人也是會一嘴毛 真的 所以我想那你這樣感同身受的話 我想請問一下 宣是否有吃過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一嘴毛的下場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可是女生比較男生吃女生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起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牙縫裡面 有什麼都 你都找不到啊 然後就非常的 Distracting 現在就可以感覺到 那個感覺又回來了 那個感覺又回來了 不喜歡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Celine Dion的歌 But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就是還有時候 然後會捲 捲的話也是卡在那裡 那一定是捲的啊 櫻毛應該有直的 像我覺得我都是直的啊 因為我都會帶去 我不知道 我會拿梨子夾把它夾成織子 這個湯櫻毛嗎 對有時候就 自己在弄那個頭髮 有沒有想說 欸不然今天來弄一下波浪卷 然後後來就 趕快覺得說 一般用梨子夾帶把它夾一下 就像弄自己瀏海 也要把它夾一下啊 除了狗咬狗一嘴毛之外 以我自己是女生 我會發現啊 男生如果你的陰毛過強的話 變得就是很不好找 很不好找嗎 對 就是你會發現 就是他把他褲子脫下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OK你就可能就是 隔的距離就大概面對了一下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好那現在是到底在哪裡 我可能用GPS就是定位一下 然後我才找得到 用GPS找一下 那男生你真的 你真的如果你就修陰毛的話 你會發現 欸他強大了 你真的還覺得那個 因為自己比例的問題 對 所以我的陰毛很強啊 然後你的小弟弟沒有很強的話 我沒有這個問題 Oh Really 因為SUN他都是不停的 就是把陰毛都修光光 然後凸顯就是 一個東西一包就在那邊 你真的還真的很驕傲 真的真的 我沒有騙你 我真的 你起過了就真的 欸真的耶 很不錯 不修陰毛的話 你的另外一半又會覺得說 靠腰我要再找一遍 上次才找的 他就現在又找不到 女生的貨 如果你是乾乾淨淨的 誒 重點在這裡 好 比較好找到東西 一下就畫重點 就highlight起來就好了嗎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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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you doing? We've got a situation here Hold on a second 好 誒 一九九九嗎 我發現有一隻野色的麻雀 被困在草叢當中 到底該怎麼辦呢 待會請動寶素 可以來處理一下嗎 謝謝您 好 拜拜 拜拜 還有一個 最主要的 是那個味道會很臭 如果悶在裡面 真的會有那個味道 真的臭臭 像這個森林 這個 Rain Forest 就是一樣的 因為就悶熱 所以很多東西可以講在裡面 對 所以其實很多男生都很愛說女生是臭鮑魚有沒有 其實鮑魚不臭 是因為我會覺得最主要是因為陰毛旺盛 所以感覺鮑魚會臭的 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各位女生 我們就要把鮑魚變成好吃的水餃 我贏了 你看大家 你看好好的 不是我吃過的 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所以你要把鮑魚變成 你要把臭鮑魚變成水餃的話 你就是把陰毛修乾淨 然後你這水餃再下下 你就覺得哇 就皮薄多汁 鮮嫩 有沒有 然後男生吃了 對 然後男生就會說 哇 再也不是臭鮑魚口味的水餃 你就說對啊 是高麗菜 是芬芳可口的高麗菜 他就說哇好棒啊 那不然我再吃10顆 他就會再吃10顆 臭的都是只有陰毛的 陰毛就是比較旺盛啦 所以說你就修一下的話 你就不會是臭 你就會是高麗菜的口味的水餃 真的會好吃 真的 真的會好吃 好啦 反正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如果你陰毛不去整理它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有以上一些比較 Aucer 尷尬的一些情況發生 這樣子囉 好啦 OK 再見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OK GO OK 哈哈哈 難道沒有嗎 還是打別的女人 到底是怎樣 這個我覺得 我瘋瘋瘋瘋瘋 鏘 噗噗噗噗 那奇怪 對 對